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秀给大家怎么切榴莲 这个切榴莲呢 实际上我以前也不大会切 后来我自己琢磨 这个切榴莲的时候呢 你切的时候呢 不能这样 你看这个榴莲呢 这个榴莲它都是一鼓了一鼓了 这里是鼓出来的 鼓出来的一下 鼓出来的一下 这又鼓 这又鼓 所以鼓出来的这一块呢 就是有肉的地方 所以这边呢 就是没有肉的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切的时候 切瓦的地方 Not right 你不能 不是 是切这个鼓的地方 切这个鼓的地方呢 但是你不能这样使劲这样压下去切 这样切不动 知道吧 这样一个这个皮很硬 再一个你让它压的话 把这个肉都压烂了 也切不烂 知道吧 因为这个皮 好像是很皮的 我怎么记得 人家教的是切瓦的地方 No 是这样 所以这个鼓的地方呢 那么你怎么切呢 就是这个刀 这样切 看到吗 你看 这样离它 这样离它 这样离它以后 然后再把它怎么扒开 看看这个肉是不是出来了 你看 看 这个肉就出来了 是不是 你看这个肉很好吧 你看 这时候你就把它这个地方 很香 很香 很香的 你看 你就把它这样 你说榴莲有臭味 我怎么闻不出来 我闻的都是香味 都是香味 你看看 就这样就扒出来了 那注意呢 就是榴莲实际上净饱 它这个皮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呢 也很有营养 而且整个榴莲的皮都是可以吃的 榴莲它好像是对寒性体质的人非常好 对去寒比较好 就是说 好香 这个榴莲皮儿弄完以后 就是这个皮 硬邦邦的皮 你都可以就是切了 然后煮水盒 或者是做汤的时候 煲汤的时候用 你看 这样的话 再一个就是说榴莲里边那个盒 糊也是可以吃的 它营养都很好 对 你看 就这么容易 这样扒开就OK了 就这样 就这样再 你如果要再切的话 就是什么时候吃一片 然后你就切一片 剩下的 你也可以都整个都切出来放 这样的话味道就跑了 你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个剩下的这一部分放在冰箱里 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味道好香 对 很香 很香 好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好 这什么样的榴莲好呢 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金黄色的比较好 就是熟透了 这种要发绿的 发非常紫的都不是很好 就是这种发黄的 刚刚熟透了 熟透了 榴莲的这个糊也很有营养价值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切了以后做汤盒 哦 可以做汤盒 对呀 做汤 煮水 主要是因为这个皮盒 整个榴莲其实都是说可以帮你去寒壮阳 就是说体弱的人 体质虚弱的人吃这个特别好 有产妇要是就是产后大补的一种 哦 是大补 对 就是说只要体寒 体虚的人吃这个都比较好 体寒的人 总是 对 因为肉总是少 那个外边的皮你也别扔了 到时候你可以煲汤或者煮水喝啊 就放在锅里煮水 然后喝就可以 这个糊也是 对 我还看了一下这个糊 这个盒是不可以种的 因为什么呢 它只有在这个榴莲只有在赤道附近 才可以长得比较好 才结果 所以说它需要那种湿热的 太阳直射的气候 所以说它在那个情况下 所以这个水果往往都是一些去寒的一些水果 热带水果 热带水果的 非常去寒 寒性大的人吃这个比较好 对 有人说是榴莲是吃水果之王 the king of fruit 它有很多的氨基酸 对 很有氨基酸 Potassium也很多 含钾 含magnetion 鎂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收藏和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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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